继续寻达,那请宣读这个临时提案总共四个案 委员陈其迈、李俊逸、段宜康、姚文志、庄瑞雄提出临时提案四案 第一案,为善尽国会监督职责并落实人民对马席会应透明公开之要求 大陆委员会应于三日内提供马席会筹备工作记录 即十月下章会谈之会议记录与本院内政委员会全体委员 第二案,针对大陆委员会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召开记者会 指称有八成以上民众支持马席会 围查大陆委员会利用诱导式隐藏部分资讯之提问方式 制作出八成民意支持之问题民调 事后针对媒体追问细节更以密件内参为由拒绝提供英语谴责 并要求大陆委员会应立即将该次民意调查之详细资料上网公开 第三案,陆委会提出马席会 马总统正式会谈谈话全文 内文提及,在这里我特别跟习先生说明 最近外界报道诸日和基地军演还有飞弹方面的问题 这是反对党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如果有机会的话,贵方能够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然而,中国对我之飞弹及军事部署对准的是不分政党的台湾人民 撤除飞弹意为不分政党的全国人民之期待 原此,陆委会应鉴请马英九总统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 并收回上述发言 第四案,针对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7日与新加坡会面 与闭门正式会谈时 马英九总统谈及 最近外界报道诸日和基地军演 还有飞弹方面的问题 这是反对党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如果有机会的话 贵方能够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 来跟习先生说明 中国从未放弃以武力并吞台湾 国防部104年国防报告书 亦指出中国持续对台部署飞弹 中国对台之军事部署 造成我国国民生命财产安全之严重威胁 但马英九总统竟未能表达国民之关切 反而替中国缓辖 只为反对党的口实 不必要的批评 对于习近平所谓飞弹军演 军飞针对台湾人民 意味及时提出反驳 卑躬屈膝至此 国人难以接受 本会应与严厉谴责 宣读完毕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 我们来处理 请问临时提案 第一案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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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主席 我们建议做伤单 出来协谈一下 没关系啦 那个看陆委会 因为这个牵涉到陆委会嘛 陆委会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要做得到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就不用 我们就不用 不用 好不好 你们把下张会谈的会议记录给内政委员会 马席会的筹备工作记录 还有十月下张会的会谈 三日内可能是不是长了一点 我们给你多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们还需要这个 蛤 因为这个筹备工作不是我们陆委会 只有我们陆委会在筹备 还牵涉到 不然这你们的部分嘛 好不好 三天啦 就这个本 这个 今天礼拜一嘛 一二三 到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五以前 礼拜五以前是吧 摘送我们的工作报告 啊 摘送我们的工作报告 你说什么 我们有 摘这个 摘这个 摘药 摘药的 摘药 你们的工作 不是 你们有什么样的形式啊 那你们 那个 我后面讲 那个 我要的东西啦 是 是 你去管工啊 下张会 就是会记录 是 跟对方谈 你没有 第二个 你们跟大陆在 联系 这个一定有工作记录 哦 这个 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 彼此之间联系的这个记录啦 哪一天 谁打电话给谁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重要的内容啦 报主席委员 我们双方这个联系 通常都是我们不对外都不 是密件 我们不能这样处理的 这样 这样 这样子啦 就是说 因为你们没有送来 我们也还没有看到嘛 你们送过来之后 我们再看你的内容嘛 你假设说 呃这个十月二十五日 哦 叉叉叉 联系 圈圈圈 然后 室友 密不路由 那就什么都不能讲了 那我们也看 这个 有没有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个 我建议 委员很多文件 几十年才 这个 下主委 我想这样好不好 你们去检讨看看 你们把它送过来 那我们会判断你们这个 如果有 列密的 这个合理不合理嘛 好不好 不 委员 我们对 对委员 这个对主席 特别说 我们当然是很 很尊敬啊 这个 可是就是有些文件啊 我们双方一次 的确是过去都没有说 我们双方每一次的互动 都要拿过来 下主委 他没有 这个提案没有要求你们提原件 你们只要 你刚才说 不管你是摘要 或是你叙述 你觉得可以 你觉得 你可以或者敢让我们知道 你送过来 那我们自然会看 说那你有没有哪些 不敢让我们知道的 好不好 我想我们用我们 我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来送 这个密送内政委员会 好不好 是 好 好 我们第一案就 可是文字上 我想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 学议 下章会会议就当然 下章会的会议记录没有问题 所以他现在 比较尴尬的是那个筹备工作记录 那么筹备工作记录呢 你们用你们的形式给我们嘛 好不好 可是那个就不 因为你们万一 你们需要一个工作记录 哪些人 那你说 那你说 这个你这不叫工作记录 叫什么 工作摘要 好不好 工作摘要 工作摘要 好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什么 我们是哪一个 好 第一案 第一案 我们把第三行 最后两个工作记录 改成工作摘要 第一案 修正后通过 好 第二案 将民意调查详细资料 上网公开 这个你们拿我们的预算 去做的民意调查 这个上网公开 当然你不要去公布说 你跟谁做了这个 拿几个电话打的电话 我们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 到底这个整份的 这个问卷是怎么做 你把整个问卷送上去 那大家就会看到说 你是不是 有选择性的公布 我想可能这个提案 意思应该是这样 我们能不能这个 有关这次民调的 我们西月给各位委员 西月才给啊 不要不要上网公报 西月 你带来给我们看 你带来给我们看完 你就带走了啊 不是 我们过去 你要说明说这个有什么 不能让人家知道的 因为我们这个 这次做的时候 说明的是要做内参的 内参就是给内政委员会参考 叫内参啊 有内部参考的 不是 主委你这不能说 你们住民内参 你要讲出一个道理 你刚才讲 你们那个工作记录 可能有机敏性 这我可以接受 他当初在省预算的时候 要求我们 立法院 立法院在省预算的时候 曾经说过 有时候只要内参的 我们就不对外公布 不是 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提案修改 来主委你听清楚 要求大陆委员会 立应立即将该次民意调查 之详细资料 提供给内政委员 本院内政委员会 你就提供给内政委员会 那我们就不要求你们上网 你就拿来嘛 我们看嘛 不是拿来我们看 送给我们啊 你不要再把我们带走啦 你就交到内政委员会来啊 委员会 我们当然希望委员会 这个作为内政委员会内参 本内参 是不是我们内参是我们决定啊 你要说明啊 对不起啊 主委你如果要跟我们讲说 这个不能公开 你要跟我们说明理由 不是说我列内参 我就不能公开 这没有说服 不能说服我们嘛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就第二案 要求大陆委员会 应立即将该次民意调查 之详细资料 送交本院内政委员会 报告主席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中间 围查大陆委员会 利用诱导式隐藏这些 这部分能不能文字不需要 就是针对陆委员会 11月4号下午召开结合 只剩下巴士民众支持马席会 要求大陆委员会 立即刚明掉 中间那些负面的叙述 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 好 看各位同仁的意见 好 好我们就把 好我念一次 针对大陆委员 针对 要不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于11月4日下午召开 记者会指称 有八成以上民众 支持马席会 然后 呃 原要求 大陆委员会 应立即将 该次民意调查之详细资料 提供 本院内政委员会 好 我们修正后 通过 第二案 第三案 第三案 请问 这个有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委员第三案 其实第三第四都是有关 第三案第四案不一样 第四案跟你们不相干 第三案跟你们有关系 第三案是请你们去 转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意见 那你们有没有困难 或者说 你说内政委员会不要让我去 接这个为难的差事 你们自己就通过就好了 原始 陆委会应 建请马英九总统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 并收回上述发言 所以你们的为难是在最后这两句嘛 这里面有牵涉到陆委会 如果没有建 陆委会应建请马英九总统 那我们就会改成 原始 建请马英九总统 我们就把陆委会拿掉 就变成我们建请马英九总统 那你们就不用为难 你们需不需要我们这样改 因为 这是立法院对马 马总统的发言 不不不 我们是立法院对你的要求 对你陆委会 所以这里面会牵涉到你 是因为 有写到陆委会 如果你觉得为难 那我们就修正把这个划掉 好不好 因为马总统在提这段时间 他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讨论 降低敌对战状状态 状况 以及和平处理争端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要做的 也许在这个 去述的方式 也许各位委员认为不妥 是的 我 这个下主委 我们并没有那个意思要求 你要同意我们的看法 我们只是请你去转答 道谢 好了 那你 我们都很尊重你了 你希望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两个方案 你挑一个嘛 一个是请陆委会转答 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做 如果通过就做决议 所以我们照顾 照顾这个体制 所以才会请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说陆委会 建议马云总统 向全国民众 澄清 他当然是层层转 说明 说明 向全国民众说明 公开说明 所以他要公开说明 为什么讲 好啊 我们请他 公开说明 但是这个你要负责 我会转答 你会负责转答 我负责转答 各位同仁这样可以吗 陆委会应 建请马云九总统 向全国民众 公开说明 并收回上述发言 能不能原始建议陆委会 不是我们建议 原始 内政委员会建议陆委会 去做说明 好 原始 内政委员会 建议陆委会 要求马云九总统 向全国民众 公开说明 并收回上述发言 并收回这个 我想已经说的话 总统不能收回 收不回来了 对就是说公开说明就好 我们常常会讲话 讲完了说 那这句话我收回 收不收回是可以的 但是这是一个 他的心意啦 好不好 好 这个我再念一次 让大家听一下老报 原始 陆委会 您刚才说 原始 建议陆委会 然后呢 转 转之 马云九总统 向全国民众公开说明 并收回上述 我想能不能这样说明就据点 并应收回 我们应啦 这是我们的主观的认知嘛 好不好 并应收回 上述发言 总统的这个高度 我想中华民国的总统 要道歉是不是 好 好了那如果大家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 那我们就处理了好不好 你说 这是我的 包括是我的提案 我怎么看你的签字 这是我的提案 好 那如果大家有意见 我们就表决了好不好 好 我们请清点人数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协调一下 大家协调一下 因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这样闹僵 也没有闹僵 不 不 我上午也很阿沙里 我也表决了 我们的提案输了 我就接受了 这个是解决 我知道 好 这个我刚才也已经宣告过了 这个各位委员 我跟大家说明我的处理方式 我也没有突袭 我每一个都跟大家宣告 什么时候要处理 那也请大家各自去动员 那早上我们表决输了 民进党打算有意见 我也说不要再讲 好不好 好 这个第三案 这个在场委员九人 赞成者请 赞成 我们用举手表决 赞成者请举手 五位 赞成者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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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者请举手 赞成者把手放下 反对 反对四位 好 赞成者多数 本案通过 好 我们处理第四案 对不起 第三案没有 文字没有修正 文字 我们照原案通过 是照原案还是照 照原案 因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了 就没有修正了 好 第四案 第四案 我看大家困难会有协调吧 第四案有没有人还有要做修正的 如果没有修正我们就直接处理 第四案没有意义我们就照案通过 好好好 好了好了 好了那第四案 第四案 那个是我签的啦 这个邱委员 那个提案是我写的啦 我签的我 我写的提案我特别认真的写 好 第四案在场委员九位 赞成者请举手 报委员 有 相关 赞成者请举手 这个跟你们不相干了 好不好 好 赞成者五位 反对者请举手 反对者四位 那个女委员你不用举手啦 反对者四位 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好 我们现在临时提案都处理完 我们现在继续寻答 好 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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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時間12分鐘